同样也是您不能不知道 石门水库蓄水率跌破五成 水位拉紧爆了 中央气象局发布了未来三个月 长期天气展望 预测入秋之后降雨机会明显减少 9到11月份全台湾的降雨机率 不会超过50% 而截至23号晚间7点钟 石门水库大坝水位只有230多公尺 蓄水率更只有47.95% 水库的水量创下了近27年来的最低纪录 石门水库水位直直落 连源线被蓄水覆盖的岸边岩石 现在都能一览无遗 从我从开始来边做事到目前为止 好像降了将近4公尺 气象局发布未来三个月 长期天气展望 预测入秋后降雨减少 9到11月全台降雨机率不超过50% 加上今年台风过门而不入 也让石门水库满水位245公尺 现在水位仅剩230多公尺 蓄水率只有将近4.8成 创下近27年来的最低纪录 就是从北翠水库那边把水调过来 那现在目前最高一天 像今天已经达到它的 目前的可以中的最高量72万吨 石门水库主要为桃源及新北部分 湘镇供水而北水局将从新电溪吊水 降低石门水库出水量缓解供水压力 也希望接下来能有足够降雨 解除可能的缺水危机 记者林住场桃源报导